哈喽 优酷的五个粉丝 大家好 我今天来介绍的是这一个 是我在一家名叫BOOTS的店里看到的一种一次性相机 已经2018年了 还有卖一次性相机 我记得小的时候用胶片相机的时候才会有的东西 那个景点都会有一个 然后这种也不能换掉卷 然后拍完了就去冲洗出来 这种也是背面写的 这一个相机只能拍27张 而且这个相机还是要回收利用 好像只有两种对焦模式 三尺到十尺 然后三尺到无穷这样 它的一些参数是ISO400 快门什么的也没有写 打开看看 这里写的是一些说明 就是说如果用闪光灯怎么样 不用闪光灯怎么样 这个是取景窗 能看清 好小 也是剩余的技术器和快门安静 正面是个纸还是打印的 好像又要转这个轮 啊 这就算上好了 这是快门显 然后第一张 尝试一下 已经照了吗 能听到它相机闪光灯充电的声音 取景器里看出去感觉像是35以下的焦段 我试试自拍一张 哇 好闪 感觉果然是一次性相机的样子 现在还会有人来吗 我把这二十几张拍完了 然后去洗出来看看是什么效果 我现在就是拿回来了这个洗出来的照片 那个相机也被回收再利用了 也就是说 你买完这些拿出照片来 最后那个相机你还拿不走 然后总的价格呢 是买相机的7块5 然后洗照片还要7块5 然后如果想要电子版的照片呢 还要花两块钱 里边有一张CD 然后这样的话 一共就是17英镑 大概是150-160吧 大概一张5块钱左右吧 哎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现在就把它拆开来看一下 然后我拍的时候 发现这个完全就是傻瓜式的 傻瓜式的拍摄 完全没有任何的参数设置之类的 然后视角大概是 估计快门速度和光圈值也都是固定 是那个CD的样子 我电脑连CD 装CD的地方都没有 不知道怎么弄着 我以为留个邮箱就可以了 打印出来的照片 不知道会归惨不忍睹 哇 还有一张总版 总体的预览的 然后是每一张的 哇 还有每一张的胶片 底片会 会 会留给你的 我现在一张一张来翻一下 所以应该是第一张拍的 不对 这应该是第二张 第一张没有闪光灯 这是在厕所里拍的 闪光灯全给闪糊了 这是第二天 在楼道里拍的楼外的 其实这个成像的效果还不错呢 没有紫边什么的 然后 因为几乎每张都有闪光灯 所以这个曝光也很平均 比如想象的效果要很好 好很多 而且这些边缘也没有那种 畸变之类的 不会说模糊什么的 也会有模糊 这是我们学校的雕像 本来想拍一下这里有个花 然后正好背影的照 不是我想象的效果 这是昨天下的雪 这是刚才说的雕像 从这就能看出来 太高反差的话也会有紫边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破池塘 这张我是感觉目前最满意的 一个鸭子 而且其实噪点还挺严重的 这就是今天拍的 这两天拍的感觉太急 所以今天把剩下的一切全拍完 这张也是感觉还不错 扭曲的栏杆和阴影 其实这些每张都有闪光灯的 我还担心这个闪光灯 会不会把一切都照得太白 这个就是能看出来闪光灯的效果 被手指头挡了一截 这是一个栏杆 然后这里是一个小飞机 我这是一个飞机 在这看就是一个白点 分辨率还是不行 好像每次数字拍都会被手指都挡过 这是在不知道什么店的门口拍的 我当时感觉拍的应该是这样的范围 看来它那个取景器 它也没有个现况在那个取景器里 所以只能靠彩 这张感觉还不错 一个小酒吧 其实拍到这已经倒数第一张了 然后我就以为没了 但是在搬那个齿轮以后 发现还能再拍个四五张 所以最后应该就是三十二张 它是从R7开始倒数的 那么最后五张不一样 最后说一下感受的话 就是这种一次性的相机 用起来限制还是比较大 是一种得到胶片的方式吧 而且这种底片感觉是风格也不错 也不是很强烈 也就是很写实的风格 然后我在不死的店里 还看到了很多其他种类的相机 这种一次性相机 有黑白的 还有水下的 还有富士的 用的应该是富士的 下次一定要再试试那几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